時間點大概是在2點37分的時候 就出現了這個不明的跳機的原因 這導致整個的新達電廠一出現狀況 全台各地呢 我剛剛看到網路上很多不曉的網友就說 哎呀高雄離我那麼遠的地方 為什麼還有我這邊的事情呢 現在在整個可以說是全台灣 所有的宮殿它都是分區輪流的 有出現一些狀況 當然不代表你所在的位置 等一下一定會出現停電的狀況 但是呢你隔壁的區域有沒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而從這個發生的停機之後呢 全台多處都開始有出現緊急停電的情況 而目前現在為止呢 包含的像是台北市呢 有些地方啊 紅綠燈就會開始出現狀況啦 紅綠燈如果它沒辦法照常的運作的話 是不是會造成交通大打結 會的 所以現在呢在很多地方 交通都已經是陷入了一片的混亂當中 那當然停電呢 還會影響到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包含的呢我們的記者李湘怡 剛剛也在目前呢 是在西門町持續的幫各位來開直播 告訴大家現場的狀況 現在看起來呢 欸這周邊的道路呢 這個電力是不是慢慢的 好像在恢復當中了 但是呢 欸其實稍早的時候呢 大家如果有在鎖定我們的小直播 一定都有看到 在萬華這邊呢 剛剛是有這個一棟樓呢 它是有出現冒煙的情況 這也導致到說呢 我們除了在現場剛剛稍早的時候 李湘怡拍到的是說 在西門町這邊呢 很多的店家都是像這樣子 先拉下鐵門來的 因為停電了 它也沒辦法做生意了 所以導致現場怎麼樣的狀況呢 還出現了一些煙霧的情況 消防隊貨爆 是趕快緊急的來看 所以我們現在也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現場呢 我們獨家所掌握直擊的畫面 究竟是如何 其實這味道相當濃耶 這應該不是只有簡單的發動 發電機啟動耶 真的啊 現在要進去的小直播 真的味道很濃 發動機啟動 發電機啟動 味道很像 很像這個 所以你是 手指點對不對 就是這樣 這樣發生 你剛剛第一時間 你是騎懷是怎麼樣 因為你應該是在裡面 大概是什麼狀況 沒有 而且 你到底有沒有跟我們講 你到底是有什麼狀況 不是 因為剛剛好像是分去限電吧 然後 因為剛剛是先對面先停電 然後主委說 等一下發電會會啟動 對 這是啟動的狀態 所以它不是失火 它不是失火 可是你怎麼衝出來耶 沒有 它要衝出來 因為鹽太大 那個味道很重對不對 對 但是 它是說 關心在裡面的狀況是沒辦法 那 你們有去關心一下後面的狀況是怎麼樣 就 因為大概都知道後面有什麼狀態 所以就 儲遍不盡吧 因為大家知道啟動會這樣子 啟動的情形就是這樣 對 因為它其實不是失火 它是正常供電啊 真的 可是那個煙太大 那味道很濃烈 你們是不是也受不了 對 那個味道 對 就等你復電吧 對 那是大概剛幾點的時候停的 我們現在沒有剛在忙啊 它突然沒電而已 然後你就衝出來這樣子 對 因為有煙啊 就趕快先出來 先跟客人不好意思 對 等電了再說 開動是電梯嗎 還是手機 電梯手機都有啦 那有沒有什麼受困的狀況 這我就不清楚 很可能要問旁邊商店 謝謝謝謝 謝謝 好 因為我們來問一下 因為下面有一個手搖店啦 那手搖店呢 是說味道也很重 所以他們來關心一下 那現在其實相關單位 電力單位 台電人員呢 消防車呢也都出動了 來到這裡來關心 因為他們說 不是起火 是發電機啟動 那個煙就會那麼的大 可是這個味道真的相當難聞啊 有人說剛剛訪問的男的好帥 對啊 可是這是新的大樓 我們現在的大樓 是在日本的唐吉科德的大樓這邊哦 就是應該蠻新的 可是發電啟動 應該是不會到這麼大的一個煙吧 而且這味道真的是相當的濃 那而且呢 現在其實附近很多人 那台電人員都來關心了 那旁邊那個戴著藍色口罩的 就是這個館 館委會 好的我們看到的就是呢 湘怡在現場幫我們掌握的最新情況 剛剛呢在她的直播當下 大家有沒有聽到就背後都有這個消防車的聲音 但是呢再次提醒大家不要過度的驚慌 因為現場呢 它並不是真的起火的狀況 而是呢稍早相宜告訴我們資訊 是現場的發電機 它在因為跳電之後呢 它必須要發動嘛 這個發電機一啟動之後呢 很容易會有像這樣子冒煙的情況 這冒煙的情況呢 消防人員當然是要到現場來查看 所以截至目前為止呢 台北市這邊的最新數據來告訴各位了 到目前呢包含是萬華 中山區、中山區、內湖呢 陸陸續續都有傳出這個停電的狀況 包含的呢在整個的台北市呢 電梯受困就有28件 所以在這邊也要特別提醒您 如果您所在的區域呢 剛剛如果有出現這個停電的狀況 或者是呢 等一下也有可能陸續發生這樣的狀況的話 提醒您先是不要搭乘電梯的 尤其是呢有一些電器的插頭 最好是拔起來 注意自身的安全比較要緊 而電梯受困狀況 光是在台北市呢 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是有28件 其中呢有14件脫困的情況 15個人呢都是順利的來救出的 其他有些呢都還在救援當中 包含的剛剛上西門町類似 這樣子發電機冒煙的情況呢 光是台北市就有9件之多 那請不要過度驚慌 路上你隨時都有可能聽到 這個救護車、消防車的聲音 有些可能是趕去一些電梯受困的現場 要來救災、要來救難 要來協助人員脫困 有些則是敢往像這樣子一個發電機的現場呢 避免說整個的造成說 因為你要確認查看說到底什麼樣的狀況 那麼另外呢還要告訴您的資訊 是包含了在新北市的部分又是如何呢 截至目前為止 在整個新北市的停電戶數的統計 包含在土城板橋、中和、永和 還有新電等一代呢總共是 124431戶 這戶數是有點多 那麼另外在五谷還有新莊區呢 是18651戶都是有受到影響的 而目前呢在整個的分區輪流停電的狀況呢 我們帶各位來看到是因為全台各地啊 有一些呢就會像這樣子有沒有 紅綠燈它沒辦法亮啊 紅綠燈沒辦法亮怎麼辦呢 就會導致一些現場交通會打劫的情況 所以呢必須都要有交通警察 趕快的在現場幫各位來疏導交通 才不會造成交通大打劫 由於現在呢是4點多的時間 再晚一點哇這個就是呢 這個大家都準備要下班下課的時間了 這最怕的就是呢 紅綠燈沒得看啊沒得參考那怎麼辦呢 好在停電的部分呢 由於是緊急分區輪流停電 大家可以拿自己的電費單出來看一下喔 包含呢你是C ABC的C或是D 它就是在這一次的緊急分區輪流停電的範圍當中 那麼輪流方式呢 截至剛剛我們收到的這個消息 是包含C區的人呢 他是在下午3點鐘的下午3點50分的時候呢 是總是必須在第一輪的來限電的時間是在這邊 那麼D區的呢 ABCD的D的部分呢 他的時間是在3點50分到4點40分 現在是4點08分 也就是說呢在D區的觀眾朋友呢 你必須在停電再忍受到至少40分 那麼在D結束之後呢 如果供電還沒有恢復 它會重新的再輪回 重新的再回到C區 而剛剛的限電的狀況呢 限電量在C區的部分 就是第一階段的部分呢 總共是300萬千瓦 那麼戶數呢 總共全台是有200萬戶之多的 那麼另外剛剛講到D區 也就是現在正在停電ING的 觀眾朋友呢 您現在必須要忍受到40分的時間 而目前呢 這個限電量總共也是300萬千瓦 而音響的戶數呢 大概是193萬戶 那到底呢 會不會還要再進行到第三輪 你說這個D區的完了又要回到C區 剛剛才忍受了50分鐘 難道等一下還要再停一次電嗎 這是必須要看等一下供電的情況 來做決定的 而在台中的部分有沒有受到影響 台中的部分也是有的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統計到的 包含在烏日南區北區北屯潭子 還有呢西區中區 都是有受到影響的 這個戶數呢 是將近了3萬戶 所以呢在台中呢 也是很多地方 紅綠燈沒亮啦 然後呢交通也是受到影響啦 你必須要趕快的有這個警察呢 在街上來幫忙大家鑑守 幫忙大家鑑守來疏導交通 就是怕等一下呢 造成影響就是會交通大打結 這可是很嚴重的 好另外的部分呢 因為這一次的影響的地方 到底是在哪裡呢 它其實時間點呢 就是在2點37分的時候 我們都說在高雄 那為什麼全台灣都有狀況呢 其實這個電廠 它是一個火力發電廠 它是位於在高雄的新達電廠 因為呢有些事故狀況呢 所以造成全場停機 包含是它的2號機 還有4號機跳機的情況 從它的這個供電能力 沒辦法開始有減壓的情況出現了 所以全台各地很多地方 都有陸續的停電消息傳出 那麼在新北市呢 很多地方都停電了 目前新北市長侯友宜呢 第一時間是已經進駐了 應變中心 就是要來趕快了解 這個在解停復電之後呢 陸陸續續的狀況會是如何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包含在萬華西面町的部分呢 它已經陸續開始復電了 新北市各地呢 也是由新北市長呢 來趕快進駐喔 就是因為呢 他們進行了這個 CEOC緊急應變中心 直接進駐了之後呢 他們要來看 接下來到底能不能順利的 來復電